忘记还款影响征信,既然我们选择了超前消费,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肯定是需要还款的,可是如果这个时候,自己没有暗示还款,或者是忘记了还款,都是会影响个人征信的。 但在办理信用卡的时候,银行本来就会考虑到个人的征信问题,我们已经办了信用卡,但是却因为个人行为影响了征信,以后想要在这家银行办理信用卡,可能也会比较难,而且也不容易提高额度,这对于继续用钱时的人,还是会造成一定的困扰的。 同质化服务现象第二个就是,在办个信用卡之后,虽然我们可以享受到这些银行里面的,比如有些银行,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顾客,可能在办理信用卡的时候,就会给出一定的优惠。 或者我们都知道,每家银行的信用卡额度都是不一样的,但现在的情况却是,几乎每一家银行的服务,都开始变得同质化了,所以对那些人来讲,自己手里面已经有了一张信用卡,那么,为什么还要办第二张呢? 个人信息泄露现象第三个原因,就是个人信息泄露现象比较严重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,明明自己却在这家银行办理了信用卡,但是总是会受到来自其他不同银行的短信。 虽然这些短信对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,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这也是个人信息泄露的表现,如果是比较注重隐私的人,遇到了这种情况,应该是无法忍受的。 在开一张卡需要年费,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办理信用卡的时候,是需要开通一些业务的,最普遍的就是年费。 几乎每一张银行卡都是需要支付一定的年费的,如果我们手里面已经有了一张信用卡,并且长期使用,但因为它的额度并不高,就去办理另外一张信用卡,最后却忘记了对这张卡支付年费,很有可能会造成逾期还款或借款。 这张卡支付年费的情况发生,对自己的信誉度也是很不好的。 看完银行的分析,大家都不知道了吗? 如果你们已经有了一张信用卡,你们还愿意继续办理信用卡吗? 对此你有什么功点和想法? 欢迎在下面永远。